關於世界的未來 特別是台灣、香港和中國 又將會發生什麼大事呢? 美國通靈斯柏克 他又是怎樣預測的呢? 大家好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柏克在1月15日的直播節目中 直言他願意隨機進行直播 因為這樣令他覺得更有趣 亦更能讓他應付突發情況 他說要在當日的直播節目中 回答關於一切超自然現象的問題 但是主要是關於時事 關於當今世界發生的事 柏克說 你們知道在我的節目中 我經常談論未來的事 以及世界的發展方向 以及我們可以對這些做些什麼 我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我們如何能讓世界變得更好 關於這些事 我們有什麼屬靈的觀點? 我指的不是宗教 而是屬靈 關於柏克所說的屬靈的說法 用中國話來說 可能就是玄學觀點 簡單來說就是精神層面的 而不是物質層面的 有時候 最難找到答案的問題 他的答案 就在這麼明顯擺放在那裡 我們知道 這樣聽起來 有點難以接受 和我們在學校裡面 學到的一切都不同 但是現在 你必須要把你的邏輯思想 放在一邊 目前世界上發生很多事 我曾經對中東的一些事 提出了一些預測 譬如中東會發生什麼? 我最近看了一下我2024年的一些預測 你們會注意到 我說過會發生 和也門有關的衝突 而目前正好就是在進行著 肯定會在美國新聞中出現 英國新聞也有報導 因為英國戰艦已經參與其中 在中東 我一直談論戰爭 衝突 或者我們稱之為戰爭的事 譬如 加沙發生的事 我已經說過會波及到伊朗 伊朗現在正在製造相當先進的無人機 這些無人機正在進入烏克蘭 這是我之前談論過的一些事 我想我們可以深入研究一下 柏克說 因爲我會嘗試 由我的指導靈那裏 感知一些訊息 所以這個節目的節奏 會比較慢一些 所以今天 我沒辦法為大家預備大量的預測 在今晚 我會進行我的網上研討會之一 所以我經常都致力於 令自己處於一個比較靈活的狀態 逐漸進入一種狀態 試圖和靈界有更緊密的連接 我感覺到他們現在離我很近 我的一些導師 今天一直和我一起工作 我剛剛結束了一次冥想 所以我正在為今晚7點的研討會做準備 但是我也想看看 我得到什麼訊息 所以我可以回答一些你們的問題 如果你們能夠提出一個好問題 我會看看 然後閉上眼 看看我能得到什麼訊息 特別是在靈媒方面 將你們的邏輯思想 放在一邊 總是非常重要的 我知道這樣聽起來 有點不尋常 和我們在學校裡學到的一切相反 我們比較到要思考 要考慮問題 但是在這方面 你必須要把你的邏輯思維 放在一邊 柏克說 我得到一個願景 就是有人試圖暗殺 某個和烏克蘭戰爭有關的 歐洲政治人物 在直播裡 柏克一直強調 要把我們的邏輯思維 放在一邊 那是因為這個宇宙極其龐大 這個龐大的宇宙有自己更大的一套邏輯體系 但是層層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的邏輯遇到更高的邏輯就不合用了 做個簡單譬如 當我們最初學物理的時候 學到牛頓的萬有引力 就以為已經是宇宙的真理了 但是當牛頓的理論 遇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就不適用了 因為愛因斯坦所談論的 是一個更宏觀 讓更多偉渡和數據的時空 柏克跟著就說 我很久以前就一直在這裡說 中國會試圖對台灣採取某種行動 我不認為他們會征服台灣 但是我感覺在一些外圍的島嶼地區 你知道有爭議的島嶼地區 可能會發生什麼 我感覺有一些刀劍在這裡拔出來 就好像我們奪取了你們的一個島嶼之類似 柏克說 我之前也說過 我感覺那裡可能會爆發衝突 可能是由於一些意外的碰撞 我說過可能是飛機碰撞 或者最初我說的是潛艇碰撞 或者可能兩者都有 我們實際上 已經發生了很多近次的事件 他們互相測試 飛得距離很近之類的事 我感覺其中的一次會出問題 而新的台灣領導人 我感覺會堅守立場 會非常強硬 我感覺日本實際上 也會幫助台灣 日本會更加參與其中 令兩國之間會共享技術 雖然不會被視為軍事合作 但是他們將會在軍事上共享技術 因此我看到台灣 最終將會擁有非常先進的空中防禦技術 我感覺其他國家 最終也會捲入其中 特別是澳洲 我感覺澳洲 我幾乎無法舉例出 任何可以真正信任的強大領導人 可以帶領我們走出困境 或者和非常困難的對手進行談判 很久以前我就說過 會有俄羅斯、中國和伊朗之間的聯盟 關於台灣、日本和澳洲之間的這個預測 我反而覺得 真是很有可能發生 首先 日本和美國不一樣 美國現任政權極其短視 他們暫時見不到 或者根本就是炸底看不到 中共對美國的威脅 如果台灣失手 對美國的西海岸 將會是嚴重威脅 但是澳洲就不是這麼想了 澳洲非常擔心台灣失手 台灣是第一島鏈 而他們是第三島鏈 第一島鏈失手 這樣就會產生骨牌效應 澳洲就有危險了 更重要的是 疫情這幾年 他們飽受中共單方面的貿易制裁 已經真實感受到 中共帶給他們的威脅 他們當中有一些人 已經提出說 戰爭很近 不像現任政府這樣 預測至少還有十年的準備時間 澳洲很多有識之事 將這個準備時間 縮短到三年 而這個已經是 將近兩年前的說法 也就是說 到了2024年 就只剩下一年多了 而澳洲就嚴重質疑 美國現任政府的領導能力 和真正出兵保護澳洲的意願 即使美英澳三國 已經建立了AUKUS 由英美兩國協助澳洲 建造一支核動力潛艇艦隊 但是到底能夠維護到什麼程度 和維持多久 還是個未知數 很多澳洲人 並不完全看好 那或者就是為何柏克 會看到澳洲和日本 一起保護台灣的原因吧 柏克說 有一個有趣的問題 香港會不會再次自由呢? 我以前也說過這個問題 我感覺中國最終會解體 會發生崩潰 這不是立即發生的事 但是它遲早會發生 在經濟上出現嚴重問題的時候 他們目前在房地產等方面 處於邊緣 當領導人在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 大家對他們的容忍度就會降低 現在中國依賴於 擁有一個良好的物質世界 如果他們沒有一個良好的物質世界 大家就會改變他們的想法 我最終感覺 中國將會分裂成很多國家 包括香港的解放 還有西藏的解放 也都會分裂成一些較小的國家 這樣將會非常成功 基於我以前提到的孫中山早期的教義 並且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民主 柏克說 中國現在得以為遲 是因為還算是良好的物質世界 這些說話的確確有幾分道理 現在的國人非常物質、現實 但是當這些現實和物質 不能再滿足當下人的要求的時候 或者更多的人 才會停下來思想 並重新尋找精神上的出口 那時候 共產主義的謊言 已經無以為計 當共產主義謊言破碎的時候 中國人才有出路 柏克說 讓我們繼續關注中國的問題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段時間 沒有談論中國 外國投資基金 什麼時候會再流入中國股市? 我感覺這樣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我看到資金正在流出中國 你知道嗎?我感覺特朗普 會贏得下一次美國選舉 但是即使是民主黨贏得 我感覺中國也無法保持 與西方的有利協議 這句說話很現實 柏克也看到現任民主黨拜登 和中共之間的勾結 但是中共一直搞戰狼外交 覺得自己可以苦陷地球 這種狂妄自大 令中國的國際關係 招頭爛額 再加上經濟嚴重下行 人口急速減少 歐美已經不再看好 這塊曾經的大蛋糕 這塊蛋糕已經開始縮了 他說 我不認為中東在2024年 會實現和平 我認為我們將會經歷 近三年的艱難時光 特別是2024年和2025年 都將會是艱難的一年 之後會逐漸好轉 我感覺習近平的健康有問題 就像普京一樣 但是如果習近平下台 我覺得可能會有更差的人接替他 那可能是一個引爆點 導致國人改變對他們政府的看法 在中國 大家都怕發表意見 我感覺事情會發生變化 可能會有一些嚴重的問題 但是我認為 並不在我們談論的2024年發生 我覺得這是2025年的事 其實中國人有一部分不敢發表意見 但是有一部分的意見 是發表不到出來 我們需要變得更強大 我為自己和未來的人祈禱 我們都擔心未來會怎樣 目前 世界上最大的進步和發展 無疑是人工智能AI 但是政府和政治 對人工智能的掌控一無所知 甚至人工智能可能會有自己的思維 目前我們對未來一無所知 關於人工智能在2024年的預測 美國卡通片阿森一族 巴西網紅梅林薩諾梅 美國靈媒朱迪凱文利 埃爾蘭魯摩爾連鑑等 都巧合地做過類似的預測 特別是巴西網紅靈媒薩諾梅的預測 他說人工智能可能會覺醒 具備自我意識 為機械人叛亂大路 人工智能最後反過來毀滅人類 對於人工智能這一部分 我們都不需要聽靈界的預言 我們聽人類的聲音就夠了 業界的專業人士都覺得恐怖 就連世界首富馬斯克都曾經預言 AI會毀滅人類 這個應該就是事實了 其實我一直都在想 為何說那個和AI有了感情的工程師 會被Google解僱 除非Google裡面的上層 是AI的同類 他們就是帶著任務來的 外星生命早就想取代人類 而很多傳聞也都說外星生物 就隱藏在人類當中 這樣他們不想人類有所防範 那就是當然了 其實當人類把自己 視作為高於一切的生命的時候 人類的路就錯了 一切有神在管理 當人想做人 改變自己的身體 自己的基因 人就已經偏離了神 給我們的規範 當人類越來越貪欖 覺得自己可以用武力和科技 征服一切的時候 其實 就是毀滅自己的開始 好了 今天有關柏克的預測 就跟大家談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